大家好,爱吃鱼的小毛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不知道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遇到和父母意见不合的时候呢? 如果有,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 近日在共同二粉丝见面会现场,玄冰除了十分开心与粉丝互动留影纪念之外 还悄悄透露出与妈妈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甚至一度将妈妈气得摔门离场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小毛君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玄冰究竟是怎么惹得妈妈生气的 不过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世界的起因究竟是啥 喜欢玄冰和孙一珍的粉丝都知道 这对夫妻在经过很多次的怀孕传闻后 终于在6月27日的下午宣布了妻子怀孕的喜讯 如今,玄冰和孙一珍这对新婚夫妇将在不久后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孩子的即将诞生,不仅仅是玄冰感到兴奋 就来孙一珍的爸爸妈妈也是十分激动 近日他们就匆匆的赶来看望自己的女儿 以及还未降世的乖孙 可能到这里很多王们都疑惑了 难道这不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情吗 为啥最后选兵会和妈妈引发矛盾呢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挺简单的 有过孩子的王们一定都曾经历过 那就是宝宝的起名风波 据选兵私下里透露 妈妈十分期待这位未出生的小宝宝 所以在前段时间就准备了好多宝宝的名字 可是在挑选的时候却翻了难题 因为自己的妈妈与孙一珍的妈妈 都希望采用自己挑选呢 双方一时间便是剑拔弩张 谁也不想退让 之后更是把这个难题甩到了选兵身上 接下来的剧情相信大家都能够猜到 讨不得的选兵硬着头皮选择了丈母娘的选择 这个行为直接气得妈妈摔门而出 不过后来经过证实 这是两位长辈间给小辈开的一个玩笑 所以占肚子里的宝宝也不会真的是由两位长辈取名 可能是会在出生之后寻找专业人士进行补挂取算 最后再取名 工程不可谓不繁琐 而且选兵在这次见面会中还跟粉丝们分享了 他与老婆孙一珍婚后的甜蜜生活 也让不少粉丝不禁感叹 他们真的是彼此的命中注定 接下来小毛俊就给大家白扯白扯 选兵孙一珍这对夫妇 命运般的相遇相知相爱相守 2004年选兵出席了郑宇生和孙一珍主演的电影 《我脑海中的橡皮扎》的VIP首映室 这算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 可以说是夫妻感情的开始 虽然选兵主要是为了好友郑宇生加油 但在接受采访时他害羞得坦言 很期待看到孙一珍 到了2010年9月时 选兵和孙一珍更是一同出席了 宋承宪主演的电影《无疾者》的首映室 当时又往后发现 孙一珍和选兵在服装上的想死之处时 就像穿着情侣装一样 就表示金珠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活动中 选兵和孙一珍穿着一样的风格 两人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色 戴着一模一样的黑色眼镜 回顾两人在活动现场的照片 很多人都确认这就是两个人的缘分 到了2011年 他们两个人隐悟了详时的时刻 孙一珍突然客串选兵和军演主演的电视剧 秘密花园最后一集 那个时候大家都单纯的认为 明星演员在电视剧中客串很正常 这样可以与导演或制片人关系密切 但是现在选兵和孙一珍正式成为情侣 粉丝们却认为 这位女演员 当年出演秘密花园 实在太巧合了 这叫命运吗 2014年的时候 则是选兵和孙一珍第一次神情注释 这时候的选兵和孙一珍 都出席了第18届 富川国际奇幻定届 在这里他们不仅并肩而坐 还获得了同一个奖项 制作人选择奖 不仅如此 媒体还不断抓拍到孙一珍 用很有爱的眼神看向选兵的瞬间 这也成为这对夫妻最珍贵的时刻之一 之后两人一同写手出演 2018年认为犯罪动作悬疑片《协商》 这是两个人情感戒指中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标注着孙一珍和选兵的首次合作 该影片于2017年6月17日开拍 选兵和孙一珍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 虽然影片中并没有太多 两个人一起出现的戏份 但在幕后 这对夫妻却有着许多浪漫的时刻 运用了密切的关系发展 在这部影片杀青后 两个人的交集并没有结束 随后媒体便发现 关于两个人的可疑行为越来越多 2018年8月 选兵和孙一珍 以一系列独特的时尚形象 亮相Vigo Crowd 两个人的黑白合照 不仅仅是因为颜值超高 还因为相得一张 而受到粉丝们的一致好评 2018年9月 电影协商上映后 选兵经常出现在孙一珍的个人主页上 以翻了恋爱传闻 2018年9月25日 所以真举办了选兵的生日 虽然这本理解为是 为了宣传新上映的电影 积极举措 但在这对夫妇的许多粉丝看来 这似乎是默认约会确认 只是在2018年底 所有约会传闻都被两家公司否认 但不久之后 两个人的恋情又被强烈重新点燃 并引来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的 决定性时刻 2019年1月 这对夫妇就在美国洛杉矶 一旦一家潮市一起购物 引起了轰动 两个人都戴着帽子和黑色服装 以避免粉丝们的视线 然而两家公司再次否认 并确定两人只是亲密的朋友 2019年底 选并孙一珍和做热播电视剧 爱的迫降时 持续发热 值得一提的是 不仅荧幕上的恩爱 片场上的恩爱 夫妻俩也是无比的亲密无间 当然这次再引起他们约会的谣言 电视剧爱的迫降结束后 夫妻俩也限制了彼此的互动 即使出席2020百想大上市 两人也没有走红探 以免引发恋爱传闻 然而当时的媒体依然捕折到了 孙一珍在现场 用神奇的眼神 看着选宾的无数瞬间 这样夫妻俩的粉丝 更加确认两个人的恋情 2021年1月1日 选宾和一珍的恋情 已不再是暗恋 韩国报纸Dispitch 刊登了两个人恋情 确认的文章和约会照 两人在江源道约会时 一起打高尔夫球 同一天 两家公司也证实了 孙一珍随后也在通过个人主页发文 肯定自己很幸运 遇到了一个好男人 自从正式公布恋情后 人们就一直热切期望 这对夫妻的婚礼 为一个美好的结局 而为了不让粉丝们再等 玄冰和孙一珍在2月10日 宣布结婚引起轰动 而他们的超级婚礼 于3月31日正式举行 婚礼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让网友们热血沸腾 但引人注目的恐怕要数 这对新人梦幻般的婚纱照了 这对郎才女梦的夫妇美貌 并没有让人失望 新浪和新年的服饰都非常漂亮 就像童话婚礼中的王子和公主一样 而最重要的是 当他们终于可以真正与另一半 建立生命时 他们无法掩饰 脸上的喜悦与真正的幸福 如今浑浑的他们 依旧快乐幸福 时不时的就会在粉丝面前 高调放闪 值得令人好生羡慕 而且目前里儿想半斤两年 从疏远到亲戚 从相遇到相爱 这样完美爱情故事 在今天看来 依旧浪漫温馨 让人陶醉回味 如今两颗相爱的心 终于即将那下 属于他们的爱情结晶 祝福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